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慎重的邀請到我們的女兒 五一女婚姊 這樣子我們家人在一起 就可以不用蓋子照 可以呈現比較 真實的一面 然後比較可以 跟大家沒有那麼多距離 對 那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 今天要挑戰一個東西 我們家人真的都非常的愛穿黑色跟白色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想要挑戰我們 幾乎沒有在穿的顏色 就是粉色 那Winnie你有穿過粉色嗎 嗯 就是印象中就是在小時候幼稚園 對 超愛 一定非要粉紅不可 我會把那個他小時候穿粉紅的照片 放在就可以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 對然後 忽然之間他就非常的透氣粉紅色 對 就是上國小時候就很滿裝酷啊 大概是在 國小五六年級開始 對 你就很害 結果不會再去 後 粉色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不喜歡粉紅 你們的 年輕人的心態是什麼 其實就是 就是我就是很喜歡那種 個性帥性的傳感 所以 那我對阿我也很喜歡 那我覺得粉紅色對我來說就是 很不個性 很不個性 很不酷就對了 對 OK 那我這邊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 我是一百六十公分 我四公斤 那 WINI 我是一百六十四公分 四十七 四十八 就是 那種 稍微子騙人間級的 等一下呢 我們要幫大家示範 粉紅色如何穿搭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尺寸 我大概就是在 SM中間 那他大概就是在 XS到S中間的Size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開始挑戰粉紅色 YA 我們現在讓WINI挑戰的第一套粉色系呢 它是一個 粉 帶一點粉橘的感覺的顏色 然後它是公主袖的 非常薄的透氣的棉 同樣的材質配了一個灰色的寬褲 那寬褲的腰上面還有抽繩 有一點運動風 然後也配了一個白色的 運動休閒鞋 包包的部分也是用灰色的 一個 可以當側背包 後背包的一個包包 WINI可以示範一下包包往後面背的感覺 這樣子就又更 潮一點就是時髦一點的感覺 所以呢 粉色其實也是一樣可以搭配出很有個性的 WINI你贊同嗎 贊同 好的 那我們就來下一套 我們接下來要讓WINI挑戰的是 粉紫跟粉橘色的條紋 那其實粉紫跟粉橘色的條紋 它中間已經用白色去讓粉色顯得更清新 然後我們再用灰色呢 去降低粉色的過於甜美的感覺 那在材質上呢這一套是灰色的絲質 非常輕薄透氣的絲 就是配上棉質絲綿的這個 有一點點小蓬度的裙子 這樣的感覺呢 就是非常的有一點文青的感覺 然後也很夏天很舒服 感覺非常的涼快 來 WINI喜歡嗎 喜歡 OK 那我們就下一套囉 好 現在幫WINI搭配的這個上衣呢 其實它是有好幾個材質去拼接的 所以說它這件衣服看起來很簡單 那其實它的層次感非常的豐富 那我們呢 幫它搭配了一個這個小喇叭褲 有點破破的小喇叭褲 讓這個粉色呢 看起來會有一點點嬉皮風 還穿了一個羅馬式的拖鞋 然後它背上一個很大的 一個購物保養杯的方式 所以它整個風格呢 就會有一點點復古嬉皮的味道 不會讓這個粉色的多層次的上衣呢 浪費掉了它的層次感 覺得非常的有心 這套也是非常簡單的搭配 但是呢 一點點的小細節呢 就能讓簡單的搭配看起來是 很精心的打扮 它的鞋子啊 腰包的搭配 其實都是很有心機的 夏天啊 因為就是真的很熱 所以說呢 又要穿得很涼快 然後又要有型啊 所以你看這件背心呢 它的設計 它這很薄的棉之外呢 它在這個袖口對稱 正面WINI看一下 它在袖口的不對稱設計 然後有一些皺褶 然後它也可以修飾 我們的肩膀跟手臂的線條 那一樣呢 我們是用白粉 牛仔的顏色去搭配 讓整個色系呢 是非常的明亮 很舒服的感覺 這一套呢 是應該我們WINI首次嘗試 她身上有金金的東西 呵呵呵 對呀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呃 在這個T-Shirt上面 這件T-Shirt它是 上面的珍珠跟金鍊呢 是附在這個T-Shirt上呢 我覺得這個設計很別緻 所以雖然是簡單的T-Shirt 但它可以搭配出來 比較稍微有一點 呃 小小華麗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粉色的褲子 搭配上面呢 呃 也 看到它的褲頭 也有一個金色的五巾 然後 它的灰色的包包呢 我們也配了金扣 所以整體上來說呢 是讓這一套的感覺呢 就是在休閒當中呢 又帶了一點正式感 然後再加齊的那些 去看 來看 來看